大家看電影時都一定會見過類似的場景 主角遊走在夢境和現實之間 然後出現一隻彎了的池羹 或者融化的手等等的畫面 最後主角開始懷疑到底什麼才是真實 原來在20世紀2020年代 已經有人遊走在兩者之間 還發展成一場名為超現實主義的 全面藝術運動 為什麼超現實主義會興起呢? 難道因為大家都看了Matrix 當然不是啦 其實是因為當時人類經歷了有史以來 最大型、最可怕的戰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 所以知識分子、文學家、藝術家 就突然開始意識到原來人類理性的產物 好像武器、現代化等等 不一定會令世界更美好 理性至上信念開始受到質疑 那麼超現實這個這麼超現實的字 又是不是有人發夢見到所以得來呢? 原來是當時有位人兄叫紀曉母阿波利內爾 他用了超現實主義戲劇做劇作名的副題 而他的朋友安德烈布勒東 就借用了這個字 在1924年寫出超現實主義宣言 發起了超現實主義藝術運動 他就是這樣寫的 超現實主義將夢境和現實之間的衝突消解 創作出一種絕對的現實 即是超現實 只要看看超現實主義的作品 就會發現他們並沒有一致的視覺風格 但我們依然可以在超現實主義作品中 統合出一系列常見的創作手法 但就不代表藝術家都會跟著這套不變的原則去創作 而有些超現實主義常見的創作手法 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都見過的 曾經紅極一時的紅豆軍艦 就將超現實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將兩樣完全不適合的東西放在一起 是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常用創作手法之一 以基利康這張兩個人像為例 畫中兩個蒙面人的身體 是由建築和船艦這些古物為織構成的 至於這兩個蒙面人 可能是畫家自己和他的兄弟 他們出生於希臘沿海城鎮佛洛斯 是神畫中一群叫做阿爾瓜納斯的英雄 出海尋找金釀墓的地方 所以畫家兩兄弟視對方為阿爾瓜納斯的化身 而畫中蒙面人身上的海浪和船隻 可能是和這個神畫 或者他們的童年回憶有關 而另一種手法就有點像Fusion餐廳 就是你明明是在法國餐廳準備食鵝肝的 但是就偏偏上了一碟豬紅給你 就是將普通的事物放在不合理的位置 令本來很平常的東西變得來人尋味 馬格利特擅長用寫實的風格 畫出不合邏輯的畫面 對我們習以為常的價值觀提出疑問 例如他的作品強暴 畫面就像一張經典的正面照像畫 但是細心一看 面孔的部分被身體取代 為這麼漂亮的畫作 添上了矛盾和不安的氣氛 馬格利特可能想直指批判 男性對女性的慾望 這個創作手法 可能和馬格利特的經歷有關 在他14歲的時候 媽媽頭何自盡 發現屍體的時候 她的頭被睡衣遮住了 可能因為這樣 馬格利特的作品之中 不時都會出現沒有面孔的女人 超現實主義還有很多創作手法 令作品每每都製造出 怪異或者幽默的效果 好像胡安米羅的作品 就經常被形容為漁夢似幻 或者像兒童圖畫 就好像這幅鬥牛一樣 你又可能會問 為什麼超現實主義藝術家的作品 會這麼奇怪呢? 到底他們又想表達什麼呢? 下一集我們將會一一長談 如果想了解更多上述的剪品 就記得來超現實之外 巴黎旁比道中心藏品展吧! 油條莫� 她無法廢裟 旁邊唯中心藏品 名氣 金色 油條 wiel 馬桶